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今天我们来谈谈宪明学 宪明学在现在还蛮受欢迎的 常常会有人说,哎老师我这个名字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对我的运势有帮助 对我的音乐有帮助 对我的感情有帮助 或对我的事业有帮助 或是对我的财运有帮助 那宪明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来看 那老师在开始前老师要讲 老师是一个专业的老师 那我们专业老师状况之下就是什么呢 我们讲东西一定要是真的 没有办法像其他YouTuber 或是话题性的高手 他可以从外太公讲到内子公 从训愿皇帝讲到外星人 当然我们没办法这么讲 我们也讲的就是真实 跟我们的专业来看 好,首先 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姓明学 姓明学所要的东西 它有一个结构 就是 裸头背里面啊 你挖挖墜地之后就开始了 我们来看看 老师今天做了一些资料 我们来看看 新闻学与人生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人生的关系就是 我们人生是从呱呱落地 揭幕 就是说我们今天出生了 我们开始哭的泪一生 我们人生就开始了 对不对 那 命名就很重要 因为 大家不知道你是谁 你有了名字 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算你还没有取名字 有些人可能老师还没取名字 或是家长还没 家长辈还没学完名字 那你只会给一个小名 比如胖胖啊 弟弟啊 妹妹啊 这些来做一个 但是 名字一定要有 没有名字 你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说 人生呱呱 他最低开始揭幕 命名就开始你的运格 所以说什么呢 好的名字 我们说好的名字 像西装格里运势会加分 坏的名字 就像深陷泥沼 四倍功半 这有没有道理 这个争议其实最近 其实最近都很多人在讨论说 名字是不是被一些命理师 把他夸大化了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些 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引用一下 别人的研究状况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网络上 我们在各个老师也去拜读过的大作 日本的一个学者 我们一个江本胜学者 江博士 他做出了一个生命的密码 水之道 他就发现了 你看着各种语文的文字的时候 那个水的结晶会变成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说爱和感谢 无论英文、日文、德文 他的结晶是不是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 啊负面的文字 你很讨厌 杀死你 他是不是就像一个拿刀的去杀人 对不对 再来我们看什么 语言的力量 包含说他听什么 听音乐 听离别曲 是不是就像散开一样 听重金属音乐 我们重金属这个特色就是 他的歌词是比较特殊性 个性化 所以他就变成比较会分散 那听田园交响曲这种快乐、清快、美好的音乐 他结晶也是很美好的 日本东西自来水啊 接受 他是一个被吸收的很大很大的能量的品川 自来水处理过的 他就破碎了 结晶就破碎了 那经过祝福后的水 反而会变得一样再次结晶起来 变成这么漂亮的结晶 所以说 这个水有人说 有人在我们的华伦社会说 阿我给你这个大杯水 加持过的水 或者是在我们就叫有圣水 之类的东西 像我们下面可以看到 我们有什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南无妙法莲华经 心经 或是佛教这种 有没有看起来他很像一个法轮 这个法轮 他就是会产现那个形象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产现这个形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形象 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个 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逻辑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口中说的力量 你做得真好 我们说教育要从鼓励代替者嘛 你做得真好 你漂亮 你真的是一个好人 那他的结晴就很漂亮 不行 不可以 听到的时候 你觉得很开心吗 不会 说心里就像一个洞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有没有 他的形状就像一个洞 战争 看战争是不是像阴阳一样 一黑一白 战争是什么 对立吗 观念不一样 对立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是说我们的文字的力量 他跟语言是呈相对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全部人去学习这个文字 学习这个语言 在那个种族中 我们定义这个文字 是这个意思 我们定义这个文字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说 他就会有这样的能量 比如说老师穿着这个衣服 他是灰色的 他叫做灰色 你不会看着灰色叫做 老师你这件白色的衣服真好看 不会 他是灰色的衣服 因为我们定义他是灰色 全世界的华人 都说啊 会讲中文的说 啊 这是灰色 好 这是灰色 因为他就是个定义 定义起来之后 他就有力量 所以说 我们常常说到什么 持咒 比如说我们念心经 持咒 金光神咒 心经 或者是我们祷告 好像神明祷告 发挥我们正能量 或者是说 我们用一些赞美歌颂 是不是 他都会有一些正能量 那正能量 怎么听 无论翻写任何语言来 都是很棒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去 你不懂英文状况之下 你听到Hallelujah这首歌 会不会觉得他很殊胜 会 他简直就是一种神圣的力量 那你听得懂Hallelujah 里面唱什么吗 如果 不知道什么是Hallelujah 太多人不知道什么是Hallelujah 可是你听了就觉得他很神圣 听到我们的过年歌 就像是外国人 他听到过年歌 他会觉得 这不知道你唱什么吗 不知道 一定听不懂 但心情会不会好 会好 为什么 取掉力量 取掉力量 就让他心情就很好 所以是说 语言跟文字 他产生的就是会有一些磁场的力量 导致是说 你整个环境会变化 所以他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逻辑的推演 各约推演 所以说呢 我们口 你要说什么 说好话 行好事 就是什么 口出善言 你是帮到别人 也帮到自己 因为你讲出去的话 让人家开心 就会产生正能量 那如果你讲不好听的话 你自以为正义的 讲不好听的话 责备的话 谩骂的话 那对方觉得开心 不开心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话讲出去 你觉得你是 我这个人很直 不是很直 你这个人叫做自作 你也不可活 为什么 因为当你批评 那些恶意的批评 或酸言酸语的时候 你发音的过程之中 你自己就受到影响 所以说我们要说好话 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先帮助自己 然后我们也要帮助别人 这是很重要 各位记住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骂人 你一定先伤自己再伤人 你要骂人之前 以后要想清楚 这个是很相对的 你自己都是发生负能量的 那你本身能量会振吗 你今天如果你是想发财的人 想要因缘的人 想要非常旺盛 人生一般丰顺的人 那就要从你讲话开始做起 如果你讲话讲不出好话 那你不会有好运 这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所以说人家说 为什么相由心生 我们再说相由心生 就是什么 你讲好话 你想好事 你身上一直不断拔出正能量的时候 你就是会有福报 福相 有些人我们看他 这个感觉很刻薄 为什么 通常这个不会太大变化 为什么 这个人在想的事情就是很 严谨 不能讲他尖酸 但是 有时候真的是尖酸 但是你们可以说他严谨 是不是 就是说你怎么想跟你怎么做跟你怎么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现在姓名学就很多个门派 比如说笔画啦 九宫生孝 玄宗心意 行家三财五行 好不好 我们的老师的门派是我们本门乾坤门 现在是各有所长 每个东西都有各有所长 那看法多元 但是 看法可以很多的方法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角度去讨论姓名这件事情 但是老师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就是说什么呢 无论你是自己去学习 或者是你去请老师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论述一定要有根据 什么样的根据 什么样的根据 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到 不是说 人云亦云 这个东西就会比较不好 我们就有一些的组件 我们就有组件 比如说呢 名字有没有好坏 老师可以大胆地说 名字没有好坏 叫王永庆 郭台铭不是每个都发财 叫郭台铭不是每个都发财 就适不适合 就适不适合 怎么样说适不适合 来我们看一个办例 这都是老师 我们在正式的教学的教材之一 我们的授图 教学生的教材 都是教材 来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的 早期的看到的捍卫战警 捍卫战警 就还有一个什么 有人说他就好大一把枪 各位哪一个名字好听 你觉得电影的标题 有哪一个他会卖的好 不一定 但是通常汉文战警 人就觉得他很真面 来我们再看 游行画员各位都看过 F4 对不对 就是帅哥 帅哥 他的日文名字是什么 花一样的男子 如果我们今天当时他播出的时候 我们的中文艺名叫做花一样的男子 你会觉得说他会很通俗吗 还是流行画员才会觉得浪漫 还是像花一样的男子觉得很浪漫 对不对 那还有我们说最近在我们当我们的高雄市的代言人 我们穷雅阿姨 她写的书 浪漫为美 文笔之好 堪称当代宗师 如果他女主角的名子 不叫什么婉君 不叫羽罗 叫蒙旗 叫蒙腰 你会不会觉得就很不梦幻 对不对 这个就是名子的力量 所以说 蒙旗蒙腰好不好 没有一定 但是适不适合 各位要想适不适合这件事情 记得名子要适合那个人 因为人还是诸发点 名子就是一个外在 所以老师刚才一开始讲到什么 好的名子就像西装割履 不好的名子就是深陷泥沼 就是这个原因 适不适合你这个人 才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这个字 它可以立所有人 有时候我们就是从专业的理论 逻辑来看 每一个人 他吃抗生素 甚至吃抗生素 药量不一样 什么药 适合什么人 这些都有它的变化在 好不好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说我们的行义差重要 所以我们举例 老师没有真的哪一派批评 但是 我老师是我们的 我们以专业眼光来看 有些人 有些的 职业老师他 还需要一些专业性的加强 然后可能是 还需要专业性加强 怎么说呢 老师才能看 他常常有人改名叫什么 加征啊 宜征啊 什么征的 像老师看 他改的好不好 老师问他 你为什么要取名叫加征 如果老师说这个时候得识啊 什么什么的 老师OK 老师也尊重 生肖派毕竟他是一个很 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论 但是生肖派本身很好 但是不代表你每一个学的老师 他都很专业 老师必须在这边这么讲 为什么呢 加征 宜征 我们先看看 征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征 第一个征 草这头的征 叫什么 他的字意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查字典 查词典都可以 征这个意思叫什么 草很茂盛 加征是什么意思 家里草很茂盛 也算不算他属牛羊的 说他得识啊 也是啦 你要这样讲也行 但是他的字意 真的威力有这么大吗 他证面力量有这么大吗 所以从老师这边 取出租名之后 我从来没有取过 什么加征 一征 什么征的 不会 因为我们很重要 就是这个心 因意很重要 心意很重要 那这一征 木字旁的征 这个也常常见到 征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 他是一个什么 五行相关的 笔忘 什么的 木来生火 是 没有错 木来生火 但是我们先考清楚 针他是一个树木的名字 树木的名字 他有产生一个果实 可以榨油 叫做针 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啊 这个名字的正面力量在哪里 五行吗 你讲这个名字的人 有人会联想到 针是一个树木 说他那里比旺有火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这个部分 很难 他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不会去针对这个字 去联想到这个意 那没有这个意 那也没办法去 给你这样的力量 就算他的字本身的五行 五行可以帮到他 像我们老师曲名也会看五行 就算你的字的形状的五行 可以帮到命主 但是他的字的威力就没有这么大 所以说老师不是说 取真的你这个没用 曹茂圣没用 或是你这个曲名树木名字没用 不是那姓灵的他也是木头啊 老师姓陈 他在耳东 耳东成 耳朵长在东边而已 不是 而是这个名字 这个字的力量 他的能量 能不能传导到 到这个人的身上 那我们取曹茂圣 这个一般人不会联想到曹茂圣 所以说你会得死 不会 不会 那我们学生说我们讲的这两个 郭台铭 台铭对不对 台铭 铭是什么 金铭铭 就是他是 铭科的意思 值得记录下来的意思 那配到郭总身上 他会不会有他的帮助 这个就可以去讨论 那你真这个字呢 他没有办法去联想的时候 力量就弱 再讲一次 他的字的 本身的五行 就算可以帮到 帮到你这个曲名的那个人 但是 真的是很难会有一些很好的帮助 就是他的分数没这么强 那除了是说我们这些 实音力很重要之外呢 那我们也来探探 现在比较轮居说 最简单是什么 笔画 笔画这个东西 老师从老师身为一个武术老师 我们是正式的老师 的立场来说 他其实很有争议的 是什么呢 我们是有争议的 怎么讲很争议的 就是说 笔画他的来源在哪里 笔画他的来源其实是来自日本的 然后一个叫熊骑士的 日本老师 然后日本大师 他研发出来是说 诶 我们用笔画来论姓名的吉凶 可以 但是他的笔画 各位要知道 他是以日本的汉字笔画为主 日本汉字笔画跟中国一样吗 是不是一个问号 通常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通常是不一样的 那日本的汉字的结构也不一样 就是他们不讨论形容 他讨论笔画 然后去对 从这个笔画去推出来 这个是吉凶或者是他的无形 那传回到我们的中华地区之后 大中华地区之后 有人就想说 笔画既然是笔画嘛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标准 所以说在民国初年 到民国的中期 或者是中期的 就是三五十年 民国三五十年到六十年左右 这个算中期很奇怪 就是算中期 反正我们现在一百年了嘛 这边的中期去论的时候 有人就说 以什么为主呢 以康熙字典为主 那这个里面 当然还是会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康熙字典他是 他既然跟熊七四 他本身的笔画的精神不一样 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那你现在把他套到 康熙字典上面 就有争议 包含笔画的争议 比如说什么呢 老师姓陈 我陈老师嘛 我姓陈 耳中层 比划一二 耳朵这个二 就是你的第二画 三四 5 6 7 8 9 10 这是实话 但是 因为人说他不对 应该这么算 一 然后画耳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他有十二到十三话 那你插一个画 有时候就插了五行 插一个位置了 那他怎么会是说 他的定义在哪里 所以他的笔画的争议就还蛮大的 或许有些老师他可能研发出一个新的方法 让笔画可以算的比较准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笔画他的争议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老师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在去做姓名学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去 无论你是从图书馆 或者是我们四搜的各个老师提出来的他们对姓名学的论点 你都要先知道 或是你自己要去田老师去改 或是你自己想研究 去了解这个姓名学的东西 想为自己取一个富贵发达 或取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字来帮助自己 那你要先了解 老师刚刚讲的状况 再来 有人会说呢 我们会这个姓名学啊 是不是瘸了之后 根深一帆风顺 坏事揭消好事拼命来 坦白说 然后姓名学给你发挥到好的名字 给你的西装革履 他就是那一件衣服 也就是在你整体的运势中 他最高给你加20分 差不多20分 那再高一点困难 实际上就20分 他说哎呦老师你怎么会这样讲 那这20分怎么这么少 我们许了半天花了钱 请老师我们自己研究了半天 然后呢 他最后竟然只有20%的成长 那不是很奇怪吗 不要误会老师的意思 如果你本身的命格是80分 你加20分变100分 还好 还好啊 这就去还好 锦上添花嘛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原来的 本身的条件 比如说阳宅 阴宅 或者是八字 整个加起来 你根据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那你可能就只有55分 这个时候不要说给你加20分了 加个5分你就及格了 比如说对不对 或者是说老师再举个反向例子 你今天的名字 你今天的八字很好 祖上积德 什么都很好 状况之下 你新天带来就 别人就是 别人可能60分开始 你就75分开始 或是80分开始 可是 不小心 我们的名字的福报不够 名字可能取得一个 稍微弱势一点的 不大适合你的 不能说他是坏名字 他不适合你的格局了 会变什么 75分减20分剩多少分 不及格 我们定义的及格啦 当然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定义的及格是60分 然后就变不及格 你现在我输5分 就你原来是80分 你扣20分 你60分勉强及格 是不是就有影响 当然如果你原来20分 原来什么都很差 然后后面就20分 扣20分 那当然也是0分的 当然没有说 我也完全0分的 也没有所谓真正满分的名字 但是就是我们要先去了解 这个姓名学 以我们的有学理的状况来看 以我们有一些智慧去分辨好坏状况来看 各位一定要记得 我们后面老师的频道 老师我们乾坤门的频道 我们会后面会开始教学什么呢 每一个生肖 每一个生肖 或者是每一个大姓 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们会教怎么样去看这个名字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老师下面留言 因为老师教学的速度不会这么快 因为老师还要 我们平常执行业务 或者是说我们要录其他的题目 那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先下面 我们订阅 先订阅老师的频道 记得订阅老师的频道 订阅频道叫订阅 然后呢 在下面留言 给了 那 按个赞 老师说 哎 你到底想听什么 哪一个方面的 那老师会尽量的 播出时间 我们来这个拍摄这些相关的题目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就是什么性命学 刚才给各位介绍了 那有信心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给我们一个按个赞 给老师一个鼓励 那接下来 老师会开始进行 我们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性命学的教学 要订阅才收到老师的通知哦 好 我们今天的性命学概论 就到这期结束了 谢谢各位 拜拜 记得要订阅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